第121章,摊牌。这张人脸转瞬即逝,但我却被吓了半死,我忽然觉得整个家变得诡异异常,我坐在父亲和母亲之间,有一种莫名的害怕。正在这时候,我忽然听见大门被打开的声音,我起先我以为是先生回来了,可是马上就觉得不是,因为先生没有奶奶家的钥匙,而能打开大门的,是奶奶。 果真是奶奶回来了,她打开了门然后关上,只是才进到院子里,就止住了步子,好像发现了什么一样一样,然后她看见我站在屋檐下,就喊我过去帮她。 我这才看见奶奶抱着一个匣子,好像有些重,我于是上前抱住,发现还挺沉,就问奶奶这是什么,奶奶说是请回来镇邪的东西。 见到奶奶回来,而且平安无恙,我悬着的心总算舒坦了下来。 奶奶问我说院子里怎么被挖开了,我们把那里挖开干什么? 我见奶奶问起这事,要是知道那还了得,于是就说等进去之后再说。 进去到屋子里之后,见到奶奶回来,父母亲的神情都是从惊讶变成高兴,但是我看见父亲的笑容很牵强,那笑容说实话,比哭还难看。 结果奶奶像是知道什么一样,进门就对父亲和母亲训斥,说她才不在家里几天,就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,她说,堂屋里除了香火,不准有其他烟气,父亲不记得了。 当她看见父亲手上的这个玉烟嘴的时候,忽然一把夺了过来,历声质问父亲这是哪里来的? 父亲吱吱吱吱地说不出一个明白来,奶奶忽然一巴掌就甩在了父亲脸上,然后几乎用咆哮的语气, 对折父亲叫喊,质问父亲说她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拿来用,她是想害死全家吗? 然后就让父亲立刻滚出这个家里去,她不想再见到她。 父亲被奶奶这一巴掌彻底扇傻了,愣在原地久久没动,我和母亲惊愕地看着这一幕,都不知道该说什么,该干什么。 奶奶见父亲痴痴傻傻地站着,白了她一眼,然后就到家堂边上拿了一炷香点了, 让母亲扶着父亲坐下,父亲竟然就这样坐下来了,我看着有些惊,奶奶拿着香在父亲头上绕了三圈,就拿着香到了院子里。 我看见她把香插在了挖过的地方上,然后就进来了,又用纸钱在门两边烧了,拿了一些米使劲地砸在父亲身上, 每砸一次奶奶,就喊一句,还不出去,还不出去。奶奶来来回回砸了十来次,最后父亲忽然就好像回过神来了一样, 刚好奶奶一把米砸了她一脸,父亲痴疼叫了一声。 奶奶看都不看她,说了一句,现在知道疼了。 然后父亲才说她这是怎么了,我看着父亲又看看奶奶,原来先生说的是真的,因为父亲说她记得她还在井里。 奶奶好像进门就憋着一肚子火,但是她都强忍下去了,然后让我去洗手,我不敢问为什么,就去了。 洗好之后,奶奶烧了一张纸钱在我手上绕了绕,又用香薰了,这才和我说把匣子打开,把里面的东西抱到家堂上。 我打开匣子,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尊白玉观音,但这结果眼上也不敢多问,就照着奶奶的意思把白玉观音放在家堂上。 在放上去的那一瞬间,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,我忽然觉得外面吹起一阵风,很快就不见了,奶奶接着点香拜了三拜,点了香烛,这才算是好了。 然后在沙发对面坐了下来,问我们说谁让我们挖院子里的这口井的。 现在谁还敢撒谎,都老老实实说了,听见是赵老太,奶奶没说什么,又问父亲那个浴烟嘴是从哪里来的,父亲什么都不记得。 反问什么浴烟嘴,我才提父亲回答说是他在井底捡到的。 奶奶把浴烟嘴拿了过来,然后用锡箔包了起来,又绑了一只箱在上面,也没说要怎么处理,就又问先生去哪里了,我说去赵老太家里了,奶奶就没说什么了。 只是奶奶回来之后,绝口不提鬼月的事,奶奶才回来,就发这么大的火气,我们都不敢问她去了哪里,奶奶仔细打量了,我们一转,最后终于,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好一会儿奶奶才说,要是她没了,这个家是不是就真的彻底垮了。 奶奶说这句话的时候,我猛地觉得,话里头有很多无奈。 接着,奶奶就一直在骂父亲,父亲一句话也不敢回,奶奶说的依旧是建新房的事, 她说父亲一直拗一直拗,当时哪怕只听她一句话也好,现在也不用到这种地步,就因为建了那座新房,引出了多少后来的事,害自己也就算了,可是不要连累整个家,不要连累到我。 奶奶越说越气,最后气急了,说她怎么就会领了这么一个糊涂的儿子,现在恶灵已经寄宿在身体里了,后面该怎么办? 我和母亲根本不敢插嘴,然后奶奶对母亲说,让母亲去把沈奶奶请来吧, 又和我说,让我到赵老太家,把先生和赵老太都请来,有些话她需要当面说清楚。 我和母亲于是分头出去,母亲叮嘱我,小心一些,我硬了就去了赵老太家,到了赵老太家, 先生正在她家,也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,见我进来,他们都惊讶,我和他们说奶奶回来了,请他们回去。 赵老太和先生,倒也没磨蹭就来了,我们回来的时候,沈奶奶已经在了,正和奶奶说着什么,好像一直在安慰奶奶。 进去之后,赵老太看见了一眼家堂上的白玉观音,奶奶就冷冷地说道, 老姐姐,现在这时候,不装耳聋眼瞎了。 赵老太也不恼,只是说这些都是做给外人看的,自家人面前就不弄这些虚的了。 奶奶也不请她做,只是说她临走前,幸好托付了沈奶奶帮忙照看, 但是却想不到她竟然这么能耐,弄出了这么大动静。 他们之间的话我有些听不懂,也不知道在打什么哑谜。 这时候,沈奶奶接过奶奶的话头说,她说,姑且不论两家,是亲家,就冲着先生和她家的关系。 赵老太也不用这样做吧,听见奶奶和沈奶奶一个鼻孔出气, 我觉得这事只怕是我想得太单纯了。 哪知道赵老太也冷冷地回应奶奶和沈奶奶,她说,他们知道了又怎么样,她做了就是做了。 然后她说,太爷爷送了个桑门星到她家,客死了她两个儿子, 好好的一个家,被我们家给毁了,她回敬我们一点,又怎么了? 她说她巴不得我们家也一个个遭遇她家一样的事,那才如她所愿。 我听见奶奶回应她说,她家儿子怎么死的,她自己心里清楚,她家有什么? 她自己心里也清楚,如果要把这些事算在我们家,随她便。 有些事,她以为奶奶不知道,可是奶奶心里却清楚得很,大姑奶奶心里也清楚。 奶奶说,当年她借大姑奶奶的手,害死了小叔,这些年大姑奶奶回过神来,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,这才让先生来帮我们。 大姑奶奶当然也是现在才知道赵老太在先生身上重恶灵的事,所以才要去找她问个明白。 我觉得,有些话我虽然听不懂,但是很多之前的疑惑忽然就清晰了,有些事竟然是这样的,但是一件事的明白,必然会有另一件事的疑惑。 那就是,为什么赵老太要三番两次的帮我们呢?远的不说,就说那天晚上,如果不是他帮我们,我们就会被困在另一边,就再也回不来了。 既然他是要害我们的,为什么还要帮我们? 我觉得似乎说不通,但是我看见先生的脸色,却一点也没变,似乎早已经知道这些事。 我这才明白过来,先生对于赵老太早已经有了戒心。